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AIA的投資商連保險的建議組合 在未講我的看法之前 我都在想一想 究竟投資商連系列拍片的目的是甚麼 我想我不是大肆批評投資商連保險是垃圾 或者是不好的 我只不過希望大家更加看清楚一些事實 大家做投資選擇的時候 真的要自己花一些功夫 要了解收費 了解模式 不要單單聽一面之詞 或者純粹靠關係 我自己在這個工作的生涯 都體會了一件事 在華人的世界特別去講關係 而自己是很討厭這件事 我覺得是你專業的能力 你的實力其實是最重要的 但往往在一些圈子裏面 因為關係的緣故 所以會出現一些未必這麼期望的效果 有時可能是驚喜 因為你和那些人有熟 可能很容易大家有合作 或者你覺得自己的能力 可以爭取到一些合作機會 或者生意的時候 偏偏是因為關係 機會給了別人 當然可能做到最終 那個人是不行的 過了一段時間 有機會 原本你打算去做他生意 或者有合作的人 回來找你 但這件事就是 是讓我搞這個頻道 關於理財那方面的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有很多事情是要自己負責任的 就算那件事是有個缺點 你自己知道了 你都去取這個選擇 比喻 這是投資DIY的想法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因為現在網絡有很多資訊 其實不複雜 都可以幫助到自己去理財 不需要一些 一定是靠人 或者純粹聽別人的意見 或者所謂聽一些 叫專業人士的意見 就好像我們如果有能力自己去街市買菜 特別是現在這個環境 自己煮食 或者我上網看片 學別人怎樣煮 其實我都可以煮到一手好菜 是分分鐘好吃的 在外面 但當然出街吃飯 除了是從食物角度之外 可能有些東西我根本自己是煮不到的 或者環境特別好的 那個人在這方面 特別專長 或者整體環境各方面設施服務 都特別好 好像我媽媽 我經常叫她出去吃飯 她都不想出去 因為她說 又不值那些東西我都會煮 又不好吃 那些東西要幾百元 我用一百元都煮到 所以我出去帶她吃飯 唯有是帶她去一些她自己煮不到的 例如壽司 日本食物那些她不懂得煮 那她才覺得押 比較好些 但這個比喻 在投資商年保單 和這個 我們可能透過 現在證券行 好像富銅牛牛 這個 綠金所 或者很多銀行 去到買基金分析 那個其實收費都很低 甚至是零佣金 好像富銅牛牛 和綠金所 我自己都有開戶口 是一百元可以買到一些好好的基金 和沒有首次營購費 轉換基金費和熟回費 而可能投資商年保單 主要是保險公司 她提供到的是一些什麼服務 就是如果你不懂 她會跟你介紹 但她們是沒有證監牌照的 就是保險顧問 另一個就是她可以幫你填表 一些文件 很恩勤主動 就是一般的保險顧問 新年的時候 Happy New Year 生日快樂 送一些記事寶給你 每年就給你看看裡面的東西 但有多少真的懂得投資呢 另外就是這些服務的背後 每年可能多2-3%的管理費 如果你覺得這個服務是值得的 你可以去參與 你覺得我真的對投資好沒有興趣 很麻煩 想找個人去幫忙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是她吃的基金其實是一樣 甚至是外面的選擇是更加多的 例如我在投資商年保單 買一個摩根士丹利的美國優勢基金 和我在富途牛牛買的摩根士丹利的美國優勢基金 其實大家是一樣的 除非是說投資商年保單 有些基金是她獨有 外面沒有 這個就沒得好說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沒有一件事是完美的 就是看看你自己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人 可能有些長輩的朋友都不擅長上網 平時有些工作很忙 我喜歡給別人花錢 我喜歡找人去服務我 應該這樣說是成熟些的朋友 比較家境富裕條件好的 他喜歡別人去服務 但是我自己看回自己 我也不是這類人 關於理財這方面 我都喜歡自己去找資料 也覺得儘量省下省一些成本 所以就看看大家是哪一類型的朋友 今天去談AIA這個投資商年保單的建議組合 因為其實AIA都有很多個計劃 所以大家要看你自己是屬於哪一種計劃 因為那個基金的選擇都有所不同 不過這幾年來說 不同的計劃大家買的基金都越來越相似 即是有些新的基金加進去 每一個計劃都一起加 所以那個選擇都應該會給大家 可能10年前買下的時候 就會做得好 我講到一點就是 因為有很多朋友 買了投資商年保單 在金融海嘯之後 都很多是輸了錢 沒有人來 還有一些顧問 或是獨立地財公民公司 你三年之後不用公 但計劃是30年或25年 如果中間不公 那些基金單 基金的價格不升 裡面的管理費不斷侵蝕 所以這些計劃 你公夠20年30年 相對就會好少少 即是沒有那麼貴 但你中間公過三年不公 管理費就很貴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 有些片段也有說過 在蘇黎世的封城計劃 其實每間都類似收費的格局 這個我不再說 所以這也是我其中拍片的目的 即是大家要自己投資 自己為自己的投資去負責任 那怎樣去找AI的基金價格 我們在Google打AI Fund Price 我們看到 第一個是Fund Details Individual Help and Support 我們按進去 接著就出了這版 即是怎樣 即是甚麼都沒東西看 我們看到 左上角有個Investment Option Information 我們按一按 按一按 它就出了這版 這裡是英文 我們在右手邊的地球 按一個繁體出來 會看到它有些不同的計劃 這裡就說 以與投資有關的計劃 我們按一按 就是第一個箭咀 就會出了有些不同的計劃 給你選擇 你自己就選擇 你自己的雙屬計劃 去看基金選擇 下面就有連繫基金公司 管理公司的搜尋 例如是貝萊德 或者摩根士丹利 或者威尼巴拉斯 投資選擇名稱 即是可能 我不太記得哪間 但我記得是環球科技 按環球科技 按 右邊就是以資產類別 即是債券 股票 這些另類的投資 我們輸入資料 按搜尋 就會彈一些基金資料出來 裡面有價格 過往三年五年的表現 以及有基金每月的報告 所以如果自己想看 就可以在裡面看 主賽就是 頭年險101基金 在未來三至五年中長線 我覺得哪些是比較合適 我好像蘇黎世一樣 都是說進取型和平衡型 進取型就是全股票 平衡型就是一半股票 一半債券 今集我未必會再說其他 因為AI蘇黎世都是主流 大家聽過這幾集 知道我的大方向 其實大家選擇相類似的都可以 我自己的大方向 如果是股票市場 都是以中國、美國 第三最多是亞洲為主 以行業來說 都是大趨勢 就是科技、醫藥、消費等等 或者一些新能源方面的公司 就是環保 都是這四大方向去選擇 你會看到我總共選了七隻基金 可能你覺得我多些 我會比較貪心 因為我從一客觀來說 AIA的101投資基金 基金選擇的質素 其實是相當不錯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去外面 買這些基金 都買得到 但裡面可以選擇的基金 其實比蘇黎世、宏里、EXSA 其實是好很多的 這個我都要公道地說 這裏總共我選了七隻基金 有三隻核心的 一個是摩根士丹利環球基金 這個應該都差不多以基金界 不是以ETF來說 即是主動型管理的共同基金來說 環球裏面都是最好的五年十年的表現 第二隻是摩根士丹利美國優勢基金 US Advantage 亦都是美國的基金 是頭一以為最好的 過往五至十年的表現 這隻是好東西 跑贏S&P500和跑贏NASDAQ 第三隻也是中國股票基金的喬楚 雖然今年的表現 沒有中小型公司那麼誇張的聲音 但都是平穩瑞銀中國一世基金 亦都是中國大中華地區來說 是做得相當穩健 長期增長很好的基金 這三個基金經理我都很尊重 因為現在指數基金那麼當道 但它表現得那麼穩定 其實都是很難能可貴的 所以瑞銀中國一世基金 在宏里平台都有 是好東西來的 雖然今年的升幅不是很厲害 然後貝萊德健康科學基金 我們之前在蘇黎世平台也提到 都是在健康科學基金 表現得長遠是平穩的 不是升很多 但每年10至15% 過往都是做到的 然後就是我很喜歡的新能源 貝萊德可持續能源 在Morningstar改名的 叫永續能源基金 但我跟AI的名字 大家去找的時候 比較容易 但現在可能變成永續能源基金 有個網友提到我 我們剛才說 頭三個是核心 所以佔60% 以一個大的區域 另外四個是行業性為主 但第六個不是的 安聯神州A股基金 這是主力投資A股的 今年A股的表現都相當好 差不多一年升了四成 但這隻上升了七至八成 是長期它的選股能力 是跑贏了A股的指數 是一隻A股最出色的基金 所以這裡選擇的都是頂尖的 我們不要撇開收費 第七個是Handerson Janus Handerson 環球科技領先基金 這也是老牌的科技基金 但表現沒有蘇利西的貝萊德 很出色 但也是很平穩 因為主要是買大型的股票 即是大型科技股 但貝萊德有大型加中型加小型 去年中型的公司升得特別誇張 所以大型的公司沒有升得那麼厲害 但一年都升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們這裡來看 希望這個進取型的組合 之後三至五年 是保持到每年10至15%的回報 但為何宏利或蘇利西選得比較少 因為他們好的基金都比較少 但AI這個相當不錯 不過科技那一隻沒有那麼好 但也不差 那什麼叫不差 我們看看 在Morning Star的排名 第一隻見到美國優勢基金 過往十年是每年升百分之十八點九三 接近兩成 過五年跑贏NASDAQ 每年升百分之二十六 三年跑贏NASDAQ 每年升百分之二十九 今年一年 過一年升百分之六十六 NASDAQ 納斯達克一百指數 升四十幾 所以他是非常好的一隻 美國基金 Morning Stanley 是一個非常好 投資國際股票 和美國股票的分口 不過我看到 在外面的銀行 不是那麼多做這兩隻 富銅銀行有環球機會 但美國優勢機會 不是那麼多找到 叫Morning Stanley US Advantage Fund 雖然好像AI平台 投資商連收費會多些 比銀行或證券行 但如果你找不到一隻 美國股票基金 這隻是最好的 因為其他一般 可能是跟標準普258指數 差不多表現 過往幾年是十多 因為S&P去年好像升了兩成左右 所以這兩隻 特點是甚麼 我稍後會講講FundFast Sheet 就是他們很集中選股 因為美國有很多股票 但這兩隻基金 都是集中買四、五十隻 是精選的 以及買中型股為主 環球機會基金 也是 他也是買環球 精選四、五十隻 所以他在個別的研究 是很深入 第三隻就是 我們有提及過 俊尼康德森的環球科技 佔百分之十 是一個叫做 Satellite 即是衛星的組合 不是核心 但你見過往十年的表現 都相當好 過往五年 是比剛才那兩隻 升了百分之三十 今年升了四十六 三年每年起二十六 都很好 不過沒有背來得那隻 那麼厲害 第四位 就是安聯神州A股 今年升了八成 但他不是彈花一弦 因為他三年、五年和十年表現 都很好 因為A股十年前表現很差 是這兩、三年開始 因為多了很多民生型 一些民企、科技、新經濟公司 在A股上市 和他們的企業管制能力 其實提升了很多 例如美的、格力 都是很好的品牌 內地有很多 茅台的那些 五兩業那些 但多了很多 半導體公司 例如臘信精密 寧德時代提供 新能源 Tesla 電池的那些 技術 其實是絕對不差的 還有一些 內地國旅 免稅方面的生意 都做得相當不錯 還有一些 泰格生物醫療 或者一些 生物製藥公司 其實有很多 是在A股上市 再來香港上市 所以這方面 在新經濟 例如半導體 一些 生物醫藥 消費 都配合我們大趨勢 反而A股的選擇非常多 還有我多說一點 就是去年 去年 最大的三個地方 新股集資 第一是納斯達克 第二是香港 第三是A股 即是說 有些國內有實力公司 不一定來香港上市 有些在A股上市 或者是AH 兩個同事上市 或者是三地上市 內地上市 香港也上市 美股也上市 都會有這些情況 集中在A股 我們看到 這是A股最頂尖的基金 所以絕對不行 即是 投資商年基金 可能你給2-3%的管理費 但是 你買到好的基金 其實都會幫你賺到錢 當然你說 我出去買都可以 這是另一回事 你自己懂不懂 就是一回事 所以你要懂 你就可以省到錢 你不懂 就要給人家賺 背內得健康科學基金 其實之前提及過 平均有13-14% 每年都很平均 接著是另一種核心主打 就是瑞銀中國精算基金 我們看看今年的比例是34% 都是一般 因為有些勁的中國 買中美團 買中一些若名生物 一些太陽能車 可以升整倍 他就是比較保守的選股 所以我們看看 他3年、5年、10年的表現 都是比較平穩 這也是我喜歡他的地方 不會大上大落 最後一隻就是 那隻永族能源 背內得 所以這裡改名叫永族能源 剛才叫可持族 今年升了六成 因為新能源的概念厲害 即是順義光能 美國的Texa Niu 理想汽車 裏面有一隻 Pub 就是用氮氣 去做發電 新能源是用氮氣 剛剛上個月 好像今個月 跟SK韓國的集團 有些合作 SK入股 幾天爆升了整倍 所以新能源 好像比亞迪那些 都升了很多 所以我們 如果自己買 就分了那些高位 或者買錯都不頂 因為不是很熟悉 買整個基金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都是我們長遠看好的